好,我们开始分享之前 我们还是先做一个祷告 主要们感谢你 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我们也感谢你召聚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 主要求祝你的圣人来帮助我们 你的圣人来与我们同在 求祝你亲自来教导祝你的真理 亲自向我们解开你话语当中的奥秘 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大能 让我们可以靠着的话语 也能够重新得力 让我们靠着人的话语 也能够在这个世界 可以刚强壮壮壮的 做人的荣耀的见证 求祝你来信我们 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与我们同在 我们将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今天的经文 是在书埃及记的15章 22到27节 我给他起了个题目 叫一切才刚刚开始 然后我们在开始之前 我们还是分享之前 我们还是先把这段经文 不长 总共六个经文 给他读一遍 22节 摩西 林以色列人 从红海往前行 到了苏尔的旷野 在旷野走了三天 找不着水 到了玛拉 不能喝那里的水 因为水苦 所以 那地名叫玛拉 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 说 我们喝什么呢 摩西呼求耶和华 耶和华只是他一棵树 他把树丢在水里 水就变甜了 耶和华在那里 为他们订了律例 点章 在那里试验他们 又说 你若留意听 耶和华你神的话 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留心听我的诫命 守我一切的律例 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 加在你身上 因为我 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他们到了乙林 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 七十棵棕树 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 今天的经文 实际上是在出埃及纪 刚过红海之后 不久的时候 我记得 我刚信主的时候 我刚信主的时候 对出埃及记是 有一点印象的 因为在信主之前 或者是在真的去 仔细去读出埃及记这卷书之前 我看过一部动画片 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也看过 叫埃及王子 当时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刚信主的时候 我对整部出埃及记的印象 基本上都来自于这个动画片 埃及王子 这个动画片还挺好看的 不过呢 这个动画片的一个问题 它在于 埃及王子 这个动画片呢 它只涵盖了出埃及记的前14章的内容 这个动画片的讲以色列过红海的部分结束之后 就结束了 所以 因为这部动画片 让我的印象当中 我曾经一度以为出埃及记这整本书 就是从摩西的出生开始 一直到他带领以色列过完红海 就没有了 然后之后就没有了 但是后来当我真正的开始去读出埃及记 圣经出埃及记这卷书的时候 我才发现 过了红海之后 还没有 还不到一半的那个篇幅 过了红海之后 还有26章的那个 那么这后面26章到底讲了什么呢 所以出埃及记的重点 最重要的部分 一定是分开红海吗 其实上我们在上一周的经文 15章的1到21节 我们可以看到 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 他们非常的喜乐 他们唱歌 激舞 跳舞 来赞美一个话 对于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 因为对于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来说 他们一出生 就是在埃及做奴隶 他们一出生 就是一个奴隶 他们一生都生活在奴役当中 所以他们刚刚经历了红海的奇迹 神把他们从法老的手中救赎出来 现在过了红海 他们终于自由了 就法老再也追不上他们了 他们终于自由了 那么接下来 他们是不是 马上就可以进入应许之地呢 其实并没有 他们在前面面临的是一个 非常漫长 而且挺很艰难的一个过程 当然我们今天从 从那个圣经当中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以色列人过了红海 并不是终点 相反 一切才刚刚开始 在以色列人到达英许地之前 还有一段很长的旅程 所以出埃及记 描绘了以色列人 这个真实的一个救赎历程 其实这一部分历史 其实也预表了 我们得基督 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界 来救赎我们的一个模式 所以这为何新约圣经 常常用出埃及 这个经历 来比喻基督的工作 我们今天 其实像跟当年的 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也曾经像以色列人 在埃及被奴役一样 我们被罪恶所奴役 但耶稣的救赎 使我们今天得以释放 他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 他在十字架上流下的血 成了我们罪恶的书架 出埃及记预表了基督的救赎 那么同样的 出埃及记里面 也预表了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模式 一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历程和方式 以色列人的经历 他曾经在奴役当中生活 靠着逾越节的羔羊 过了红海 他们完成了从死亡 到生命的一个转变 当他们唱起战歌的时候 他们踏上旷野旅途的时候 他们靠着神的带领 最终达到了应许之地 这也是我们今天 神的新以色列 也就是教会会经历 同样的 会经过了一个同样的经历 我们也跟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会经过我们生命中的红海 我们也会走过旷野 我们也会跨过玉兰河 我们也会进入应许之地 我们也会和以色列人一样 在怀疑和不幸当中挣扎 又在神的管教 又在神的教训当中 我们可以悔改 我们会经历神的信实 经历神的帮助 所以对于以色列人出埃及 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这些关系 圣经在哥伦多前书 十章十一节就已经启示了我们 他们遭遇这些事情 都要作为借鉴 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换句话说 以色列人的经历 就是为了对我们今天的教导 以色列人的立场 他会帮助我们理解 会帮助我们明白 我们如何以基督徒的身份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所以当我们明白了 这么一点之后 我们才可以更好地去理解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 我们今天的经文 我们今天的经文 其实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如果我们按照地点来分的话 二十二节可以是第一个部分 就是无水的旷野 二十三到二十六节 描写的是苦水的马拉 最后一节二十七节 是活水的乙龄 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经文 无水的旷野第二十二节 所以以色列人进入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之后 他们很可能希望过了红海 就可以直接进入迦南 直接走向荣耀 但是他们经过红海的胜利之后 面临的却是一个艰难 所以 以色列人的旷野之路 几乎在音乐停止之后就开始了 他们刚刚开始的时候 还是在唱诗赞美耶和华 当米利安的歌声结束的时候 第二十二节紧接着记载 他们在旷野走了三天 找不着水 对于旷野走了三天的以色列人来说 我们其实可以想象一下水对于他们是非常的重要 他们很可能已经耗尽了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随身携带的最后的储备水 这个时候对于他们来说 如果没有水 找不到水的话 就可能会上命 所以这时候水这个时候非常的重要 对于他们来说就象征了一个生命的源头 或者一个生命之源 以色列人在过红海之前和在埃及地的时候 他们可以喝尼罗河的水 那个时候他们是从来不缺水的 尼罗河 埃及尼罗河里面是水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个时候他们从来不会缺水 更不要说三天没有水了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不习惯 没有经历过的 或者不舒服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们可能在经历红海之后 他们可能会幻想着 会有一个欢喜快乐 顺利进入加拿美的旅途 但是他们这个时候才发现 他们的考验 他们的苦难 他们的困难可能才刚刚开始 他们可能会想象 耶和华竟然把他们带领出埃及地出来 甚至如此的爱他们 把红海分开让他们经过 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想象 他们会经历任何的考验和苦难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基督徒 或当年的以色列人和今天的基督徒 会常常经历的一个事情 神会常常去借着各样的事情来考验我们 来让我们在考验当中成长 其实一个基督徒很少会有一个长时间的 一个往平或者安逸的状态 如果我们看过 就是说有一本很著名的书 约翰班牙的天路历程的话 你会发现一个基督徒就非常像天路历程 那本书里面所描写的那样 当一个人刚开始踏上信仰的道路的时候 马上就会遇到很多困难 但他们往前继续往前走的时候 就会发现通往天堂的路不是一个平坦的大路 他会有上坡他会有下坡他会有泥潭 他会有沼泽也会有山峰也会有大海 神的子民正是通过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考验 来证明他是属神的 是属神的孩子 所以神做工的方式常常就是这样 成圣的状态最终成圣的状态并不是得救之后 立刻就有了 相反它是有个过程 是神的子民为接受将来赤狗们的产业做好准备 这也是神对待以色列人的方式 以色列人的确从埃及人的统治下获得了一个自由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结束 他们还有很多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 因此神带领他们到了一个充满挑战和试验的旷野 这样使得他们的生命可以成长 这样的教训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非常的适用 我们的教会 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是在一个旷野当中 我们正活在基督在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之间的旷野当中 基督已经来过一次 拯救了我们 把我们从罪关上拯救出来 而且他还会再来 会带领我们回家 会带领我们回天家 但是在这期间我们正在进行一次漫长充满挑战的一个旅程 神借着这个旅程来塑造我们 使我们变得更加圣洁 正如圣经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里面说 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救恩是不稳的 我们的救恩是确定的 我们的救恩是稳定的 但神会亲自带领我们走这段旅程 但是这个路途会依旧艰难 我们依旧会遇到挫败困难 我们依旧可能会感到灰心 可能会感到怀疑 但是我们面临所有的问题和压力 其的目的 神给这些目的都是为了教导我们 单单的去倚靠神 对于我们来说 关键在于我们需要认清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所处的一个旅程当中的一个方位 无论是我们昨天刚刚受洗 还是已经受洗了几十年的老基督徒 我们远远 我们都远远没有到达目的地 我们在城市的道路上 一切都是才刚刚开始 所以我们依然在旷野当中 神在旷野当中塑造我们 使我们变得圣洁 知道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的话 我们就不会抱有错误的期待 我们也可以像雅各斯书所说的那样 在百般的试炼当中 都要有大喜乐 因为我们知道结局是什么 因为我们也知道 信心经过试炼 就是生忍耐 这也是神为什么当年在 带领以色列人到达 无水的旷野 无水的疏碍的时候 接下来 当他们在以色列人在苏埃 找不到水之后 他们接下来 他们好不容易在马拉 找到了水源 他们来到了苦水的马拉 他结果发现 马拉的水虽然有水 但那个水是苦的 好不容易找到了水 但却不能喝 面对这样的一个苦 面对这样一个非常 让人不舒服的一个状态 他们就结果 他们就生出苦毒的怨言 他们就向摩西发怨言 说我们喝什么 我们可以舍成 处地的想象 当年以色列人的失望和痛苦 他们已经到了第三天 没有水到了第三天 他们一定非常的绝望 在没有水的日子 你很难去熬过三天 特别是在沙漠的环境当中 所以他们肯定的说 肯定他们肯定会说过 如果找不到水 他们都会渴死 然而就在他们 可能快要渴死的时候 他们在地平线上 看到了绿洲 当他们非常 当他们远远地看到 有一片绿洲的时候 看到有一滩水的时候 他们非常急匆匆地 急忙忙地赶到那里 当他们开始弯腰喝水的时候 发现水的味道是苦的 水不能喝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一定是非常失望的 在那个地方 马拉那个地方的水 实际上 那个水源有点像 有一点像 就今天石海的情况 就那个石海 我们知道石海里面 有很多的盐 也就是矿物质 那水就是苦的 所以马拉的水 当年也是差不多的情况 所以它的水是苦的 那个盐水是不能喝的 不能解渴的 所以他们把这个地方叫马拉 马拉就是苦的意思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遇到了一个 非常真正一个紧急的状况 他们要么有水喝 要么就会渴死 这相当于是一个 面对的一个 遇到了一个 关乎生命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这一个 关乎生命的问题 非常关键的时刻 以色列人 他应该做什么呢 当然了 他们应该向神呼求 请求神赐给他们生命之水 他们有充足的理由 会相信神 去相信神会拯救他们 因为他们 因为他们 他应该知道 神会回应的祷告 因为他们在 在埃及地的时候 他们呼求 他们呼求 所以神 才借着摩西 把他们从埃及地解救出来 他们也知道 神有创造万物的能力 因为他们在埃及 亲眼看见了石灾 他们更加清楚的知道 神是对水 是有掌握能力的 他们清楚的看到了 亲自看到了 神将尼罗河的水 变成血 他们也听 刚刚亲眼见证了 神在虹海当中 把水分开的一个奇迹 所以 以色列人 见证了许多 神在历史上的一个大能 神在历史上的拯救 所以 更重要的是 是神亲自 引导以色列人 来到的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 云柱和火柱 还随着他们 如果他只要抬头 看看 领导他们到 马拉的云柱 他们就会知道 神在云柱当中 保护他们 引导他们 因此 他们没有理由抱怨 他们应该相信神 可以拯救他们 但是 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以色列人立刻 向摩西抱怨 他说 我们喝什么呢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整个旅程 整个道路 都是你把我们 从充满水源的 尼罗河附近 带到了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没有水了 我们怎么办呢 他们 把问题 像跟摩西说什么 没有问题 他们确实有 生理上的需求 但是问题在于 他们在发牢骚 他们在发怨言 二次世界说 他们在发怨言 他们在抱怨 发怨言和抱怨 总是 总是缺乏信心的 一个表现 缺乏一个 一个领命不成熟 生命不成熟的 一个表现 就在前几天 就在第一节 到第二 二十一节里面 记载的 在前几天 他们还在 红款别上赞美神 就在几天之后 他们就开始抱怨 虽然他们直接抱怨的对象 是摩西 但是我们知道 实际上 他们是在抱怨神 这就说明 他们的生命 还是非常的不成熟 其中的 本质的问题在于 他们对神 没有信心 缺乏信心 他们根本不相信 神会看顾他们 他们根本不相信 神是信实的 也根本不相信 神会把水赐给他们 所以对于 今天的我们来说 其实 以色列人 对摩西发言人的 这个事情 对我们 今天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 一个警告 是非常严厉的 一个警告 对于我们来说 以色列人 所经历的一切事情 正是作为 新以色列 也就是神的教会 的预表 所以这里的教训 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非常的重要 就像在哥林多 前书十章十节 清楚教导我们 你们也不要发怨言 所以我们不要 像以色列人一样发怨 我们不要发怨言 将我们的问题 向神成名 并不是 并不是 并不是问题 并不是罪 神当然也希望 我们将我们的问题 我们学到困难 接着祷告和神交通 但是我们如果心怀怨言 他确实一种罪 心怀怨言 他却会损害 或者是毒化 我们跟基督的 跟神的交流 跟神的交通 也会使我们 失去对神的习格 失去对神的 神的 神的 依靠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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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是 我们如果我们 仔细去思考 我们自己生命当中 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抱怨的现象 其实非常非常的常见 在我们生命当中 非常的常见 我们 我们现在生活在 特别是最近这几年 你像各种的 各种的短视频 那种流行的现象 我们就可以发现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 立刻需要满足的一个文化当中 我们总是想要 马上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我们总是想要 马上得到我们心里所渴望的东西 如果我们得不到 我们心里 我们如果我们立刻得不到 我们马上心里想要的东西的话 我们立刻就会发怨言 立刻就会生出怨气来 很多很多 我们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实际上 很多基督徒都会对 无论是大事 小事都会发怨言 会对小事上发怨言 我们可能都会教会的某种 某个活动不满 我们可能会对教会当中 敬拜仪式当中的某些环节 有些看法 我们可能会对教会当中的 某些同工有所批评 所以我们开始马上就开始 在教会当中抱怨 其实不仅在教会 我们常常在家庭当中也是如此 有可能抱怨妻子或者丈夫 你买的某个牛奶的牌子不对 可能你没有买什么有机的牛奶 或者你买了一个非有机的牛奶 马上就会大巴雷亭 或者抱怨家 家里的家务我们都干好 或者是我们抱怨家里 家具的一个质量 这些抱怨不仅仅会破坏 人跟人性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会破坏 我们跟神性的关系 其实我们不仅仅在小事上抱怨 在大事上常常会抱怨更多 我们可能会抱怨 我们钱真的少 我们可能抱怨 我们的孩子不听话 可能抱怨工作不顺心 我们可能抱怨 我们甚至抱怨 我们身体怎么那么不好 我们身体怎么会 不是腰疼就是腿疼 各种抱怨 这些都是像以色列人 在马拉遇见苦水一样 这其实的确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苦 我们生命当中的确是有很多的苦涩 我们生命当中的确会像马拉的苦水一样 有很多的苦 但是我们需要思考一下 虽然我们生命当中会有很多的苦 会有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苦 但是我们是否把这个当成我们抱怨的一个原因 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些事情成为我们持续抱怨的原因的话 那我们就跟当年在马拉的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区别 缺乏对神的信心 我们所遭受的苦本身 我们所遭受的困难 我们所遭受的困苦本身很可能就是苦的 但是无论这个困苦的程度如何 我们都不应该发怨言 都不要把我们心变得更苦 所以在马拉的在以色列人在马拉的那个问题 并不在于水 尽管那个水的确是苦的 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以色列人 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心中的苦 他们心中对上帝是苦的 所以约翰加尔文他曾经指出 神原本可以给以色列人填水 你说神难道没有这个能力 就是主动的给以色列人 给口渴的以色列人预备填水吗 可以的 但是神原本可以给他们填水喝 但是神希望通过他们喝苦水 来揭示他们心中的问题 来揭示以色列人心中的问题 其实真正的抱怨 真正的苦并不源自于我们外部的环境 而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反应 就像我们今天的生命当中 可能会遇到一些苦 但这个苦并不是重要的 这些苦很可能会反映当初 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苦楚 所以我们不应该抱怨 而应该相信神的慈爱 相信神的供应 即使是神亲自引导我们走向了苦水 顺便说一句 今天我们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犯的一个错误 是什么呢 我们有时候在祷告中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我们可能会祷告 我现在特别的苦 我现在生命当中特别的苦 特别的困难 所以神让你来救我 神让你来帮我 就是说我们祷告 有时候会说我现在生命太苦了 我现在生命太难了 我太苦了 所以神让你来帮我 这个祷告 这种祷告方式实际上是有些问题的 这个祷告实际上是不对的 为什么我们想一下 为什么因为你苦 神一定要帮你 神帮我们并从来没有说 因为一个事情苦 神就一定要帮我们 神的确会帮我们 但神帮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苦 神帮我们是因为神的应许 神的慈爱 神的供应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 应该抓住神的应许 抓住神的供应 而不是说因为我们苦 神就一定要来救我们 而是因为神的慈爱和神的应许 所以神他会来拯救我们 他会来帮助我们 而我们需要信靠神的原因之一 就是他能够把苦涩变为甜美 就如同在马拉所发生的那样 我们回到经文 摩西呼求在二十二二十五节 摩西呼求耶和华 耶和华只是他一棵树 他把树丢在水里 水就变甜了 所以当摩西面对切实的需求的时候 摩西并没有抱怨 摩西也没有跟以色列人争吵 还是通过祷告 见他们困难带到了神的面前 摩西呼求耶和华 当摩西呼求的神的时候 神给摩西了一个回应 就是向摩西指示了一棵树 当摩西把树扔到水中的时候 水就变得甜美 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看见一个事实 就是一棵树 神是指示他一棵树的话 那一棵树丢在水里 那一棵树需要怎么样才能被丢在水里呢 所以显然啊 这棵树需要被砍下来 他需要被砍下来 需要被截断 需要进入苦水当中 需要被苦水所浸泡 换言之 换句话说 也就是说这棵树 他要牺牲自己 他要被米色类人 交给苦水 然后被苦水所淹没 被苦水所杀害 所以苦水变甜需要一个牺牲品 苦水变甜需要一个舍己 需要一个献祭相当于 所以这个树被杀死 被砍下来丢在苦水当中 从此啊 这个苦水才能变甜 从此以色列人才能享受恩典 但是当这些会众转过来 去喝水的时候 喝着变甜的水的时候 他们很可能不去纪念 这个死去的木头 这里让我们可以看到 神的奇妙的是 神不仅仅在马拉事情的 这样一个很奇妙的神迹 更让我们感觉到 神的恩典的时候 神竟然愿意为这群 充满抱怨的人 事性神迹 所以神的恩典是非常的奇妙 神的恩典是非常的难以估量 他甚至愿意为这些发牢骚的人 提供甜水 只要这些人真正的是神的子民 神通过马拉的苦水 显示了神的怜悯和恩典 同样他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为了教导我们 去倚靠神的共鸣 神有这样的能力 神有这样的大能 去满足我们一切生命的所需 今天我们也是 神常常会让我们先尝尝苦水 来教导我们这样一个功课 这个功课 对于当年的以色列人 是非常真实的 正是马拉的苦水变甜 使他们的信心更加变强 而灵命 我们今天的灵 如果一个基督徒的灵命 变得更加成熟的一个特点 或者一个基督徒的灵命 变得更加成熟的一个标志 就是我们会去相信神的供应 即便我们在空谱当中 我们也会相信神的供应 即便我们在空谱当中 我们根本就没有看 根本就没有办法 我们根本就看不出来 神究竟会以什么方式来供应的时候 我们仍要学会凭着信心 相信神会赐给我们一切生命所需的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需要反复来学习的一个功课 我们经历一个功课之后 我们的信心当然会得到增长 但是我们在任何的时候 都不能够说我们的功课已经学够了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反复的学习 只等到建筑的那一面 苦水变甜 它当然是一个神迹 而且它是一个非常甜蜜的神迹 但是神施行这个神迹并不是目的 神施行各种的奇迹 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用神的话语 重新来建造我们 用神的话语重新塑造人 相对于变甜的苦水来说 实际上神的道理 神的话应该是更加的甜蜜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苦水变甜的一个神迹 当然也被神用了一个教导的一个时刻 所以耶和华在那里面 把苦水变甜之后 25节接着说耶和华在那里 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 在那里面饰演他们 又说你若留心听耶和华你神的话 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是 留心听我的诫命 所我一切的律例 我就不将所加于爱情的疾病 加在你身上 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所以其实有人说 旷野是以色列人的学校 施不珍曾经就把这个旷野 就把这个以色列人所经历的旷野 描述为以色列人的牛津和剑桥 他们在那里接受教育 接受神的指导 接受神的训练 当然了 作为一个 既然作为一个学校 通常来说学校都会有考试 那么对于这个旷野大学 也会有个考试制度 神在那里面试验他的子民 神在那里试验以色列人 在马拉 神给他们的子民 进了律例典章 这个律例典章 也包含了警告和承诺 也包含了咒诅 祝福和咒诅 以色列人的命令是要听从神的话 神就告诉他们 你们要听神的话的话 遵守神的规定的时候 神就会医治他们 而这些要求并不是以色列人得救的根本原因 是因为他们已经被拯救了 神已经把他们从埃及的那个地方 从奴役之下拯救出来 神已经带领他们穿过红海 现在这是他们临命成熟的时刻 是他们临命成长的时刻 因此神给他们律例典章 并说 神并不是说 你这样做我才会拯救你 还是说 还是神先拯救了他们 然后说 我希望你们可以去遵守神的命令 使得你们生命更加的成熟 这些命令 如果这些命令 并不是为了救赎以色列人 那命令是什么呢 他的命令就是使以色列人更加的圣洁 我们一旦我们从罪恶当中 得到救赎 我们体验神祝福的最好的方式 就是信靠和顺服 顺服是对我们信心的考验 但是无论一个基督徒 无论当年以色列人是否顺服 都会有相应的结果 这个结果包含应许 也包含警告 顺服带来祝福 不顺服 则带来刑罚 所以圣经里面说 如果你们顺服的话 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那么圣经里面说的医治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医治呢 是医治最终是为了医治人的罪 就像在以色亚书和耶利美术里面说的 因他受了鞭伤 我们得医治 然后求神医治我们 我们便得全愈 所以神医治我们 最终是我们医治人的罪 那神医治的对象是什么 那个对象是什么 主要就是埃及人的疾病 而埃及人象征了这个世界 象征了这个世界的罪 象征了我们的老我 让人一个沉迷于权力 情欲和财力的一个世界 医治埃及人的病 就意味着把人从罪恶当中的捆绑中释放出来 神说如果你们听从 如果你们顺服 那么我一定不会把埃及人的疾病架在你身上 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咒诅 那个咒诅那个管教实际上是隐含的 意思就是说 如果神的子民不顺服 他们将遭受埃及人的病 当然神的心愿是祝福 神的心意从来都是祝福 神的心意从来都不是咒诅 神试验他的子民并不是为了让他们失败 而是希望他们学会顺服 所以在后来出埃及的二十章二十节 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 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 叫你们时常敬畏他 不致犯罪 所以神的心愿最终是要祝福他们 不致犯罪 但是令人遗憾 对于这样的考试 以色列人在旷渊当中是一再的失败 不仅在马拉 还有他们在整个漂泊的旷渊当中的时期 他们口渴的时候 他并没有信考顺服 他们只是抱怨 同样的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常常以同样的方式失败 但愿我们也能够 从以色列人当年的经历当中得到借鉴 接下来神带领他们到了一个极其加美之地 从暗示细节我们看到 在经历了这一期的以色列人 进入了一个非常加美之地 就是活水的雨林 在那里面有十二股水泉 七十棵棕树 他们就在那里面水边安营 和一般的水池不一样的时候 这里面水泉的水是活水 就是有不停的活水流出来 以色列人其实从马拉的苦涩 所经历中学到的东西 比他们在以林 从以林的甜美之地 所学到的东西 实际上会更多的 当然了 但是我们从以林那些棕树的 泉水当中 我们同样可以有所得到 十二股水泉 七十棵棕树 这种棕树的存在表明 这个棕树 它通常表明 他们地下会有很多的 很多的地下水供应 十二和七十这两个数字 也同样象征着丰富和祝福 十二口井 十二口水泉 实际上就相当于 以色列的每个支派都有一口 七十棵棕树 七十棵树就相当于 以色列的有七十个长老 以色列每个长老都有一棵 所以它的代表就在于 它会表现的 每个人都会有充足的供应 每个人都会有充足的食物 这表明神的供应是丰富的 神的供应是完全的 只有在神的话语 医治更新之后 只有在神的话语 在他们身上做工 神的话语的 医治他们之后 神才可能把他们从马拉 带到以灵 因为不义的人 不能承受神的果 人分为圣洁 不能见神的面 以灵的水根树 和马拉的水根树 形成了一个非常 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对比 本质上就在以灵 不再有苦毒 不再有杀害 不再有牺牲 不再有眼泪 就像在菲律比书 四章十九节说的那样 如今神让祂的儿子 来做我们的救助 祂也成了我们今天 丰富的供应 如果没有耶稣 我们就拥有了所需的一切 在基督耶稣里 使我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 对于这样的一个教导 我们今天的很多基督徒 实际上都是比较清楚的 都是很清楚的 但是我们是否真的可以 活出这样的生命 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我们不能像当年的 以色列人那样 过了红海以后 就以为前面就是一马拼穿 我们前几天还唱着战歌 但是遇到了一点困难 就忘记了神的恩典 其实他们面临的是 一个漫长的旅程 为的是以色列子民的成圣 就像我们刚刚分享的 哥林多前十章十节一样 这些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 警戒我们的末世的人 所以以色列人所经历这一切 就是为了警戒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得救之后 我们受洗之后 我们接受神的救闻之后 这一切都不是终点 我们同样跟以色列人一样 处在一个成圣的道路上 我们同样处在一个 神的考验的旷野当中 无论是什么时候 受洗归由基督的 我们在我们前面的道路 依旧非常的漫长 我们前面长圣道路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我们需要不停的操练 我们的信心 需要不同的去依靠神的恩典 需要在苦难当中 需要在神给我们的教导当中 去依靠神 而不是去抱怨 直到我们 直到我们终于一天 见主面的那一刻 我们今天的分享 就先停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回应 谢谢朱黎 你真的讲得挺好的 特别是讲到道路玛拿 为什么是让他们 在那里有苦水喝苦水 也就是说意味着 当我们今天在经历一些 我们面对不愿意经历 和苦处的时候 神的目的是要把我们 心里的问题显露出来 谢谢你 感谢主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刚才讲的27节 这个那里有12股水泉 70棵棕树 这个数字恰好 刚才你也解释了 他的寓意 那这个 他这个12股水泉 70棵棕树 是一个象征性的 还是一个实际的 他在那个时候 在以林的那个地方 他是实际的 他有12股水泉 70棵棕树 但是我相信 这13股水泉 和70棵棕树 神使用这样一个数字 来象征神的供应 是丰富的 是完全的可以满足 所有人的需求 谢谢 谢谢 我觉得今天弟兄分享的很好 就是矫正了一个 我们普遍存在的一个心态 总是发愿言 其实是实际上是不信神的一种态度 所以我们抱怨 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 就是比较实际的这种操练 人真的可以做到完全不抱怨吗 就是要怎么样才可以做到完全不抱怨 尽管可能 就总还是觉得好像是有劳我在里面 然后对应该在这个方面有什么建议 初一可以回答一样 我觉得人没有办法做到完全不抱怨 但是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功课 但是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很多的功课 让我们可以经历神的管教 就像常常会给我们一些苦楚 常常会给我们一些事情 让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抱怨 抱怨之后 但是神会给我们很多的教导 给我们的功课 让我们可以逐步的重生 逐步的 逐步的 就是实际化 就是说那个你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或者从一个更实际的角度来说 神希望我们抱怨的次数会越来越少 然后神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身上生命的成长 会逐步的减少抱怨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 人就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 我们人就是一个罪人的身躯 我们人就有劳我的 我们直到建筑的那一刻之前 我们都没有办法 完全说我们已经完全成圣了 我们完全就抱怨了 但是神给我们这样的很多的功课 让我们可以 让我们可以 渐渐的学会 更加的信考神 让我们生命可以渐渐的长进 让我们可以慢慢的 更加的去 信考神更加的向神 我觉得这个神给我们各种功课的一个 一个目的 然后我不知道其他弟兄姐妹有分不尽 我们基督徒抱怨 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 看见的不够远 我们看圣经里面那些人 像萨拉 被他不靠谷的老公 就是交给 卖了 交给法老 还有约瑟 被他自己的兄弟 卖到埃及去做努力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这些圣徒 他在经历这些 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是有一颗 信靠神的心 我们这个圣经的经文 我们都很熟悉 是要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对不对 所以我们想万事 真的吗 你所有的事情 你都相信神有美意吗 这个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我们是 这个信心是假装不出来的 就是我们需要 操练 信靠神也就在于这里 那么你看约瑟 被卖这个事情 他先是 先是看起来 一件坏透顶的事情 但是神在这个坏透顶的事情 背后神却有一个美意 所以你看同样的一件事情 人的意思是坏的 但是神的意思是美好的 所以同样的 如果说我们相信 我们遭遇的这些困境 让我们不舒服的事情 或者不舒服的人 你相信呢 最后神仍然在掌权 神有他的美意的时候 你就会去想 这个美意是什么 神到底想要我怎么样 你就会有一个 有一个转变的思想 因为我们如果 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 你环境让你不舒服的时候 你的自然的反应 是环境赶紧改变 对不对 但是你从神的体力那头来看 是反的 因为神想要借着这个环境来挡摩你 来改变你 所以你看如果说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个斗兜的话 他拿这个木头刀就可以切你了 但因为你是一个 很干硬的这个石头的时候呢 他要用更硬的东西 以色列人的东西来切你 来雕剑你 所以你看以色列人 他们在被神管掉的时候 这个神就是说 他们这个浑身都发青了 他们还是 灵里昏暗 不知道神在管掉他 不知道 他们需要赶紧悔改 所以我们也要 保持灵里面 警醒 就是说 如果你有一些路 越走越弯的时候呢 你要思想 是不是神在管掉我 是不是神要 借着这个事情让我有什么事情要悔改 所以基督徒要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 我跟一个弟兄聊天 就是聊到基督徒的犯罪 和世人的犯罪有哪里不同 不同的地方就是 基督徒的跌倒或者软弱 他知道要到哪里去悔改 他知道要去哪里 就像这个浪子一样 浪子他为什么一下子就想到他要回家 因为他有一个家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如果说经历困境的时候 我们要思想 这个困境背后 神是不是有什么美意 是不是有什么要我们悔改的 如果说我们寻察自己没有看见有什么明显的地方 有犯罪得罪神的 你就求神光照 如果实在是没有的话 那可能你可能是畏意受 也有可能 但是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人偏行几路 才把路越走越汪越走越苦 所以就说困境中我们要保持这种灵里的警醒 所以你看就像这个神给他们填水一样的 就是一旦摸到神的心意了 神立刻就让这个环境回转 当然以色列人他们并不是真的摸到神的心意 是他们的领袖摩西 摸到神的心意了 所以神联名他们 大家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我想多说几句 说实话我自己承认的 我其实心里面也常常抱怨 没有说出来 但是在里面闷着 是常常有的 那么 抱怨之后又常常后悔 有个神去认罪 有一个办法就是 就是说你意识到自己 在抱怨的时候 还是要有一个努力 先把他杀住 这个是一样的 因为抱怨这个东西 它是会向下走 你越抱怨就会越多的抱怨 越抱怨你就觉得 越有理由去抱怨 越抱怨觉得这个事情 哇那快得不得了 越抱怨觉得完了 而且越抱怨觉得自己抱怨 也越有理 这个时候呢 我是 当然不是每次都做得到 先把他杀住 这个思想先把杀住 我自己脑子里常常是那种杀住 就像一个 看一个电脑屏幕打开一个 叫什么 这个 这个Google Chrome 什么的 就把这个屏幕在右上角 不是一个叉叉吗 就给它叉掉 然后祷告 这个思想 不要了 求助帮助 把它除去 因为任它发展下去 就会越来越 越黑暗 所以这是我自己实际的一个操练 当然 不是每一次都指的 特别是人比较 比较软弱 比较疲累的时候 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有时候这个抱怨 感觉是给自己减压的一个方式 但实际上是负面 是越来越黑暗的 所以 在这个时候 就是要把这个思想 当时就打到求助 先把它出去再说 好 然后 然后还有什么呢 反正 你刚才说那个杀住是很好 现在站住 对 现在站住 你不能放任自己 不能放任 当然 当然就说 完全不抱怨 也是不现实 圣经里面 你像那个 那个诗篇里面 你就看了很多 像大卫 其实他就在神面前 哭诉 有的是 你没办法否认 他其实是某一种抱怨 但是他没有停在那里 你看大卫的生平 他没有停在那里 他仍然 仍然是回到主的面前 然后他 该奋斗的 他还是要奋斗 对 所以跟大家有一个分享 就是及时杀住这个 抱怨的思想和口舌 然后及时回到神的面前 谢谢 大家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其实抱怨这个东西 它背后的逻辑 背后的逻辑 其实是我配得更好的东西 是我配得 但是呢 其实只有耶稣基督是配得 我们不是配得 所以我们 因为习惯性的自我中心 把自己配得当作是理所当然 但是你如果你一旦发现 这个其实你是不配得的 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是说 不配的 不配的祷告 但是呢 这个 你要想 你有的东西 神已经给你的恩典的时候 你就可以赶上了 你就不会一直盯着 你没有的东西 在那里抱怨 你看这时候的以色列人 他们其实他们很自由啊 对不对 以前做工 隔类的钥匙 现在这个 每天在外头 换蛋 这个 多喜乐 对 他们没有 没有想到这个自由的这个 这个架子 他们就抱怨 他们没有 这个东西 嗯 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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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我们就祷告结束 好 我们一同来祷告 塞的父神 我们感谢赞养 感谢主 你赐给我们弟兄姐妹 同心合一来学习主 你话语的机会 我们看到 以色列人的境遇 也看到他们的软弱 对吧 求主 你提醒我们 帮助我们 对吧 因为 对吧 我们不是配得的 对吧 唯有主 你是配得的 对吧 我们一切的恩典 都是在主 你里面 得着的 对吧 你晓得我们需要什么 对吧 你给我们也从来 没有缺乏 你应许我们说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我们所需用的一切 你都会白白的加添给我们 对吧 帮助我们在这属天的道路上面 能够长进 对吧 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 对吧 使我们不再活在老我里面 对吧 不再活在在自私自利里面 对吧 乃是为主而活 对吧 为了荣耀基督而活 对吧 改变我们的心怀意念 对吧 使我们成为一个 常常赞美的人 对吧 能够常常的喜乐 不住的祷告 防释谢恩 愿中祢 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与我们同行 我们的感谢和祷告 都是奉我主 耶稣基督的圣语 阿们 好 美国的弟兄姐妹们晚安 国内的弟兄姐妹们早安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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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